韓國藝術家李俊晶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 開始並專注於手工攝影 韓國藝術家李俊晶 在他的作品之中 隐喻著對東方哲學的探討 在減往亞利桑那州 新墨西哥州和加拿大的圖中 他拍攝了大片的沙漠和山脈 並將這些圖片組成在一起 命名為Opening 這本書通過風景者的裝針方式 創造了兩個背對的全景圖像 當它們被完全打開的時候 那些在沙漠和山脈中的石頭 樹木 天空 就像文字一樣 組成了兩首深沉靜密的詩歌 在與這些看似簡單風景圖像的對望之中 風景變得不再具體 它變成了 人對於自身內心世界的投射 人們把對於自我存在的意義 投射到物質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在觀察它們的過程之中 去獲得自身存在的證明和意義 藝術家對於那些開闊和永久存在的物質 拋出了是否存在永恆的體溫